大家歡迎收看這節的即時公糧,我是林梓彤 這個環節,繼續有Stanley在這裏,和大家聊聊 Stanley 你好 你好 多提提大家,如果有股票上的問題,可打你204-6566 問一下我們專家意見,尤其中問題的電郵 去到ASK、BS Channel.com或者WhatsApp 到91571428給我們 Facebook 上亦還有直播 大家可以按讚和分享影片 有問題,留下留言,會盡快解答大家 請大家看看,最新就是 恆指升175點,最新增24557點 國企指數升78點,水增長9993點 大市乘98816億多 Stanley出了大陸的經驗數據之後 是否令到市場的升幅收窄的主要原因之一 好像不太行 我今天覺得,如果我看市場 我覺得我之前走夜是走得對的 為甚麼呢 我覺得它升不起來 升不起來,今早就曾經去過 升了200元 是呀,沒錯 那一次我都有想 是否走得快了呢 好像又不是 你變得那麼快 我跟著跟自己說 不要那麼心急 等11月才 反正現在已經是10月中 很厲害,你還沒了 10月中 說真的,還沒了,厲害了 真的有些心灰意冷 其實認真 真的嗎? 你覺得是對的事嗎 不是,太過難玩了 那個心灰意冷 不是自己輸錢或者怎樣 很難玩 你輸得來好像覺得 不知道,好像都是 或者你贏得來 你都贏得不安樂的時候 就算了 我運氣都走了 贏我可以的 輸得不安樂 贏呢,你又覺得 好像又贏少了 這個又不行 這個又不行 這個心灰 反而定了一轉 有時候貪心了 貪心了 但是問題就是 好像之前你們所說 24,200都定得順的時候 都不用走貨的 現在 沒有了,都是拉他 其實都是來來去去 雖然說今天穿過 24,700 去到差不多成 但是 你又見到 24,600那個位 是真的站不穩 就是幾轉都是 還有 我想今天有一個情況 就是說 很多一些板塊 大家之前都 或者一些股份 覺得他不差的 但是這一段時間 都好像 有些叫做升不起 有些好像 微團那些 更加自由 好像 就是自從那一轉 突破了280元之後 真的站不穩之後 你見到那個水 真的又是差的 就是 微團這些是陰一點陰一點 現在 真的像做一個箱 真的像營造的箱頂的形態 這些真的要小心 是啊 就是我那一天走 就是怕 就是你見到 什麼阿里巴巴 突破完之後 之前那個 前 上個星期的時候 美團 又是怕有雙頂 他都更好一些 阿里巴巴都更好一些 我就是那一天 不如算 走了 但是你說 美團的圖 擺得明顯是差的 真的 700呢 700 都是個 range 這些 又差不了 至少你看到現在 現在還是五六四的位置 即是之前那些位置 是 五六四的位置 那些位置是阻力 是啊 他還是拉腳 就是Ronald 你好 還是拉腳 反而騰訊是這些 但是美團的圖 零零射射是差的 今天的時間 真是一些 可能之前那些 比較強勢的股份 好像你說 這個什麼 好像那些 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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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那兩隻 突然是突出玻璃的那些 這些都算了 反而可以 海底攪拌這些都不行 海底攪拌都不行 是呀 移海的都不行 你也不可以 你也不可以 還有今天 升市都是靠些 內銀股 內險 移海這些 又是雙頂格 真的 一隻都是這樣 真的不是玩笑 即是市鬼 再推上來 就是靠一些 我們不喜歡的股份 哦 是啊 靠什麼 靠些內銀股 是啊 是啊 內險都可以的 不是 內險都可以的 但是靠這些 是否 sustainable 這個就是要大家想的事情 突然之間 那些內銀股 每個都在那裡唱好 這一下大家是要害怕的 我剛才跟Vicky說 那些傘傘 我上星期不是說 有些清潔傘傘 問我們 是否應該買一些內銀股 是 有些insight 哈哈 那 又不要這樣說 我們高手 將它高手來 就是他們有些insight 就是他們是大眾 或者可能很多散戶投資者的一些想法 所以你升的時間 他們應該會追貨的 我覺得是會 是啊 就是我上個星期就說 你掩著價錢就買了 你如果純粹看有息的時候 原來現在不需要掩著價錢都買得過 但是內銀這些 我就這樣說回來 我當你現在這一下 如果那個比例是很好地算 你想想 都可以升一成多 其實是否值得這麼大 這麼高興 很好的 短炒那些來講 不過短炒你又不應該能夠吃 這樣算 你低位去算一成多 其實我又不覺得是一些很聰明的事情 你見很多股份 由低位去見 就是要三跑兩撥都升得上來了 都升上來了 但是 你來不猜這些 我又不覺得它很厲害 就是特別厲害 還有這一下 就立即意味著它是翻身 我真的沒有這麼樂觀 但是接下來呢 又出第三個月的業績 原來平保和國壽 下個星期又會出第三個月的業績 很快了 沒錯 又來了 那 其實好像很快 真的很快 真的很快 一貴貴兩三個月又來了 所以又來一次 真的 如果是這些現在開始炒起的時候 業績之前 或者它們的業績 是不是都會不會太差 或者大家都預期了呢 內險 內險 如果你說第三季的話 A庫的表現應該都算是OK的 其實有一個條題就是 偷步炒保廢旺季 旺季? 是嗎? 嗯 你那些人 都要看回答案報告才能回答你 是 旺季? 暑假是旺季? 我都不肯定 如果是 如果是 你說是不是很標籤呢 其實都是人獸做得比較好 評寶都沒有做得那麼好 嗯 現在 現在還 現在還 先 Ronal就問 美股也是 對 Ronal問美股 Eric就問美團 美團 剛才你說過 怕雙頂 是否不要賣 現在 現在 等一會先 Eric 如果你真的想到美團的話 這一回合 如果你再看那些形勢 它真是差的 你如果這樣看過去的話 如果再數下去 如果這個五十天線 應該是這一條 我都不是 這條 這條 是二百四十五的位置 如果你說它不跌穿的話 是的 你叫它之前的時間 它頂得住 這一圈頂得住 但是 如果它走勢的圖的話 其實這些 真的行一個雙頂 你看這一刻 很明顯的一個雙頂來的 所以 關鍵就是 它之後那個價錢 有沒有反彈 如果你說真的去一旦 可能真的去二百八十元樓上的位置 那沒有太大的問題 你當它也是 可能是這一刻 叫它假跌穿 然後可能馬上反彈 這樣算 但是今天的時間 要講一下圖 你看它一下子 都跌穿了十天線的位置 然後再下去 就是這些位置 如果穿得的話 因為它的勢很強 穿得的話 應該再數下去看二百十三元 這位置 就是二十天線的位置 但是你想想 如果再解釋下去的時間 我剛剛不斷強調 雙頂的形態 就真的確立了 所以這個形勢 我會覺得 真是比較一般的 是 有沒有說 黏著一條 五十天線買 然後定幾元只虧 這樣博不博得 博啊 對 但是幾元的話 美團很快就要幾元了 所以就要設定 十一百元其實很快 是 其實是 Eric說得很對的 如果現在的業務發展 是很多元化 甚至乎 現在我都領教過一些 就是用香港的例子 我都領教過 真是 那些外賣現在去玩到 好像Foodpanda那個例子 玩到這樣的話 你玩得這麼囂 真是厲害 但是我會覺得 它燒錢都燒得不少 你說它業務行不行 那你又去記住 那些什麼 那些什麼 那些叫做用車 叫叫車 然後其他那些 可能你說 送了一些食物那些 那類的 我覺得不是沒有商機 但是 你要做規模預算 可以不可以 這方面反而 我都是有少少的 關注 所以沒有 我都是覺得 看看它第三個業績 再忙不忙 因為還有這件事 外賣那件事 我都在想 究竟會不會有機會到訂 我不知道 因為我自己覺得 好像137的例子 那樣 我有些覺得 其實都是有機會到頂位 其實是真的 反而現在你說 好像Foodpanda這些 有沒有機會 可能這一段時間 搶到一些客人 我自己會觀察 因為 又講一些個人經驗 又是一個例子來的 以前我想大概兩三個月之前 有一次那時候訂 訂 137這些 你還未說要等很久 是 送貨就等了一個星期 那樣 我昨天 就再訂 因為 都要 那些東西都要用 還有幫人 幫親戚訂一些東西 我昨天拿了打 好像昨天 昨天 昨天拿了打 我什麼時候送貨呢 星期二 你想想 突然之間 這麼快的送貨 突然間 我都嚇一跳 因為我打算 寄去外國的東西 慢慢來 先想想 怎麼寄去外國 誰知道突然說 星期二得有貨 我突然脫下 我這麼久 我訂一部iPad也有時間 是不是 但是突然間 突然覺得 之前大家經常說 很難訂 因為很安詳 你反映 反映說 咦 真的差點 還有我覺得美團的情況 就是外賣這些 是很棒的 它的規模很大 但是那個增速 會不會有機會放慢 所以這一下 我反而覺得 是要再看 所以你問我美團 現在這些價位 可不可以呢 就是學子龍華齋 你說你設定10-100元 我只虧虧的話 我說不行 但是始終那個情況 我覺得 是要做步做步看 好 另外就是 Ronald 繼續問一些美股 是 他說有沒有聽過 Tips Tips 聽過 但其他那兩者反而 Pinterest 好像有些印象 但我又不肯定 我先看 Pinterest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這樣讀 我之前 有 我自己上網 有時都會看它的東西 有什麼 這個 Pins Pins 你要看它 那些東西 是啊 但我不是 我真正它業務做什麼 其實我就不知道 你也有些什麼 你都開始想研究美股 我不是 我真的有時候 搜尋東西 是會搜尋到它 在Google 裏面 如果我要搜尋 它都有多少的出現 這些都是一些 soto networking 那些 都是那類的 類似的 即時軟件 那些朋友 類似那類的東西 但我這次沒有特別研究過 反而那天 是否有網路 還是金金 問過 那個Software 那天Smith 那個 我回家 有研究過 如果你是說Teleco 即是技術分析那個 我覺得它資料是詳盡的 我會覺得 如果你假設你是比較上 你是Teleco那邊的話 我覺得你用是OK的 但是 它月費的錢 我沒有看到 因為如果你說這些 Teleco的東西 在某程度上 我覺得它太方便 如果你是用了一個很貴的價錢 月費 我又會覺得要想想 可能很快賺得回來 Market Smith 是這個 這個 Ronal 你說這個 沒錯 我有研究過它 但是我覺得 如果你說它不貴 可能一百幾十一個月的話 那港幣 我覺得你又可以考慮一下 但是如果你說 會去到 那百元美金一個月的話 那我先去想想 嗯嗯嗯 但是其他那些沒有什麼 Tips那些都沒有特別 其實這些是 對 Tips那些是 那些是 當地的 好像你當是 那些是 那些是通脹 那些是 嗯 我沒有覺得不好值 反正 如果你成千元港幣一個月的話 除非你真的很常用 如果不是的話 我覺得 其實未必那麼值 因為你上網 你上網找這些 叫做軟件這些 其實很容易 嗯 即是你說 可能那個功能上面 可能那個 就是那個 那個功能裡面 沒有那麼全面 但是用到 成千元一個月的話 我覺得 好像 太貴了 是 太貴了 那些是 對 一個月了 三個禮拜好像有的 是啊 嗯 這個都用來試的 嗯 這個都可以 好啊 多謝Ronald的 意見 亦都給了一些 insight我們的 觀眾 有些什麼問題 繼續問Stanley 你一下可以 股票上的東西 都可以問Stanley 另外又說一下 個別股份 好啊 你想說什麼 TDOC遠距離 看醫生 好像是133 但是我想說 如果你要說到這個 這個遠距離 真的要看一下 究竟不知道 搞什麼樣子 這類都是 其實我覺得你做這些 這些 這些技術的話 一定是很靠這個 嗯 所以我覺得現在 好啊 先看好 但是前景上 可以不可以呢 我又不會質疑這方面的發展 還有 大問題就是 你說這些技術 是不是到最後的時間 應用那個範疇怎樣 這個我覺得是要等 嗯 我不知道 我覺得這些 不是說它不好的 但是那個business model 我自己的看法 就 真是很一般 好啊 我們又聽聽家庭觀眾的電話 好啊 李小姐在電話旁邊 李小姐你好 Hello 你好 我想問梁正 241和2628 是 241 我想問一下 是不是聲浪就完了 這兩個交易人都在 是 2628 我20.8有貨 我想問 會不會回到家鄉 這五年內 241有沒有貨 本身 有啊 21.4 好啊 好啊 逐隻問一下 是 阿里健康 241 聲浪是不是完了 完了 嗯 因為我自己 對第四波 我還是有些戒心 嗯 關於疫情 是 因為你 由到冬天 現在又說 在美國有個研究發現 在珠脊上 找到一些變種的新冠病毒 嗯 那 我就在想 其實 是不是 今年剩下這兩個月 其實 所有事情都是 有很多不確定性呢 一向都是 都是 本身大家看一下 那你都是到11月而已 不是一年多嗎 不是的 一會兒他贏輸也好 他輸一定在那裡 一定說要上訴 是 贏了又不知道怎樣 是不是 241呢 241聲浪是不是完了 本身有一個四有貨 是不是完了 嗯 我覺得言之上早 嗯 還有 疫情那件事 是大家都 我都真的 真的只有一個等字 嗯 是啊 那件事 就是台外話 我親自住外國那些 他都說 在歐洲那邊 他都說現在 瑞士國德國 因為以往的時間 其實瑞士國德國 你駕車 就是邊境那些地方 你半個小時可以過去 而且基本上 什麼都不用 不用 那些什麼 就是 碰行碰過 現在開始 都說要14天 嗯 很突然的事 因為下外國那裡 根本上是太方便 很多人都是在瑞士住 可能因為物價差很遠 是 駕車過去 再過去 有人上班那些都很多 現在突然間 要這樣駕駛 要這樣駕駛 明天還是今天 還是今天開始 所以都 你可以說 這個疫情 對於很多地方的影響 都真的 很 我覺得是幾 都幾災難性 真是不開玩笑 嗯 我之前 就和家人都聊天 其實 2003年 沙士的時候 最糟糕都是香港 和大陸 現在是全世界 一起攬炒 沒錯 所以你說 是不是真的可以這麼樂觀呢 對於前景 其實真的不必行 其實你看看葛泰 他剛剛出的那個通告 就是那個作用力的那個通告 你都看到 他都說 今年年底之前 其實他都預計了那個 叫做復菲的情況 只有一成 是 他都說下年 二營的二一年 他都說是 都不夠五成 其實你見到那個情況 都頗嚴峻的 但是 好像 都說阿里 阿里健康 沒有的 就是說 他是不是已經一浪升完呢 我會覺得 如果你看看他的形勢 是轉差了的 但是問題就是 如果真的 大問題是 如果你以他公司的業務發展去看的話 我覺得差不多 而且 如果他真的看他那個走勢的話 那這些位置 19.80的位置到 他頂住沒有什麼 所以如果你現在這一刻 你見到他在捱戒的話 那不差 就真的看了這幾毫子 你先這樣 2628 20.8有貨的 又可不可以回到家鄉呢 2628 這隻反而 機會都有的 不過內顯板塊 是很差的 有時候 你說以這段時間為例 你A的好像 今天又沒有爭氣 但是你說 通人手這些 今天都算聰明了 而且好像有些刊 看好他 不過我還沒詳細看 是 但是你說二花 也有貨的話 這隻 拿著先 會不會是無妨的 我覺得 暫時來說 他下跌的空間又不多 所以拿著先 好 接著聽到陳先生的電話 陳先生你好 陳先生你好 你好 三位哪個部分 想問一下 823沒有貨 想買什麼價位可以買 還有那隻1686 7元有貨 如果萬角數據上市 現在可不可以加價 好 逐隻問一下 想買領展 我們剛才一直在講疫情 領展現在買不買得過 領展 還有現在剛剛新出了一隻 什麼房地產信託的ETF 是 買那些 你讀了沒有 那隻 你說是上次的那隻 上次的三星那隻 但是那隻三星那隻 是因為去很多地方 是很多不同地方 分散風險 那隻我覺得 但是問題是 全球都是那個狀況的話 我又不覺得分散的風險 可以有多大 就是這個情況 是 但是你說領展 如果你真是純粹 純粹地說 我有個資金 可以放很久的 行不行呢 那OK的 但是如果你問我要買的話 我會再等它再跌多些 你說如果以它那個 表現去看的話 60元以下才托它 有一個最大的問題就是 其實你說如果以它 今年那個 如果說過這一年的時間也好 下年這一段時間也好 你說它有沒有影響呢 一定有 而且 前途上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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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物業一定會有機會 那個 那個資金價格 那些NAV 有機會是會跌的 那如果這樣計的話 那就是我們說這些 這些 即 vinds 那些 你還覺得那個NAV 都有些參考 其實兩樣東西而已 NAV 加上就是那個派送那樣東西 那這兩方面 我覺得都是有一些影響的 所以你說是不是這麼急 要買它呢 我又覺得它不需要這麼買 其實 所以如果是的話 等等才 1686生意網 想加住 因為盲國上市 是很厲害的 不過 不過又這麼說 7元才買完 那不快加呢 一來 而且我最近也覺得他升得太急 這一段時間 我想陳生都知道 我一向都很喜歡他的 但是我覺得他的股價 變得太過 升得太過誇張 其實你說他現在這些股值 吸不吸引 高不高呢 不是低 所以你問我的話 其實現在不要加注了 反而反過來 其實如果他這一轉 7元都受不了的話 我覺得你是要走破 這次我看好他也好 貴就真的貴 我都不會否認這件事 所以如果可以的話 你先看清楚 先不要加注 好 聽完李小姐的電話 李小姐你好 李小姐你好 Hello 李小姐 Hello 李小姐 是不是 Hello 李小姐 是不是 電話接通上有問題 好 不如先搭Eric的電話 李小姐可能要再接進來 Eric就說 跟了網易 4.9元 132元買 拿著他 不是玩完的 玩完 不過他也是不升不跌 不是啊 這次反而不用理他 這次 這次其實是否都 它又升得不多 跌得不多 還有 我明白的 拿著他就像GINO那樣 好像見其他那些 升得那麼厲害 他又不要動 但是你又想著這樣想 這隻本身的賣點就是 相對比較平穩 這隻買完真的不用你去賣哪個算位數 所以你說現在 沒有啦 如果你有短炒的 短炒就不同 短炒這隻應該不適合大家買的 這隻真的用來擺 用來磨的 但是你說肯放的話 變相之下 未來的發展 我覺得它不會太差 但是你有短期 有沒有機會 真的像大家看的美團 阿里巴巴那些 難 所以Eric不用這樣揹 先揹著 OK的 好啊 好 我估計都會 還要很確定一點 嗯 很快就聽了李小姐的電話 李小姐 你好 李小姐 你好 喂 石生啊 我說是1919 哦 是 看會散到散 什麼位置走好呢 我 八元賣的時候 賣了很久 哦 大義 李小姐 你說笑話 有沒有機會 還得到五元那一刻 有沒有 信登 什麼位置走好呢 我還有那一隻 三九九三 嗯 我有四個五元 五元 不知道四個多賣 好算 還有五元 那我從什麼價位走 反彈到什麼位置走的 謝謝 石生 謝謝你 好啊 中原海控和樂木 速一加九 運過多次 是的 我都記得它的買入價八元 是的 沒錯 還有沒有更新的策略 Eric 我轉天回答你這個網易這件事 但是呢 有沒有更新的策略 都是 如果你本身都有貨品拿著它 也都是看它之後 有沒有機會再試 可能四個七 四個八 這個位置先這樣 第一步看四個七 四個八 李小姐 三九九三 四個多賣 那怎樣搞 樂木 但樂木呢 之前因為純粹 大家會炒一些 新能源車 一些電池 炒上去 但都沒有 你看我小孩弱了很多 這一轉 關鍵位 都真的看著大概兩個七這個位置 再穿下去的話 都要考慮一下斬籃 哦 斬了去 好 如果落到兩個七 斬了去 李小姐 好 謝謝你們 是啊 Eric 是這樣的 其實這隻 初初我買都好 我都預料它是這樣 就是我不會預料它有大升大跌 但這一隻正在又真的是 安全全穩穩陣陣 其實你之前去到百六元這個位置 但是當時你看到很多的 其他科技股都彈得很厲害 但是你要拿一條數回落去 它又不會回到很多的 所以這一隻我會建議一下 沒有 先拿著它 是悶的 但這個真的覺得 悶死你的時間 你才考慮後換其他那些 好 其他那些 你說現在看上去有哪一隻 值得你去考慮呢 都不多 所以你說可能如果你給我選的 我都可能選回阿里巴巴這些 好 都回答了很多問題了 Stanley 都要申報一下 有沒有持有上述提供的部分 這個是阿里巴巴和網易 好 謝謝Stanley 這麼詳細的分析一下 稍後回來 我們還有其他直播環節 稍後回來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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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待在一起 謝謝大家 quil的